大家好,我是蓝妹儿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豆腐薯片的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薯片不用油炸 吃着会更加的健康 首先我们把豆腐切成小块 尽量选择嫩豆腐或者不老不嫩的豆腐 这样的话豆腥味会比较小 放入料理杯中 打成细腻的豆腐绒 当然你也可以用擀面杖擀成绒 打成这样就可以了 烤盘上铺上一层烘焙油纸 把豆腐绒倒在油纸上面 用刮刀给它抹匀 尽量是越薄越好 烘焙油纸是可以起到防粘的作用 不能够用锡箔纸代替的 在豆腐绒表面上 撒上一点点的椒盐和孜然粉 吃辣的朋友也可以撒上一点辣椒面 小朋友吃的话还可以撒上芝麻和海苔碎 放入烤箱 用160度上下火烤20分钟就可以取出来了 烤烤以后轻轻一掰就碎了 吃起来是特别的酥脆 一点不比薯片的口感差哦 家里有小朋友不爱吃豆腐的 宝妈们可以试试我这种做法哦 老字幕仔放下杂 宝妈们可以试试我 小朋友们可以试试我 适量上火烤的里面